大家好,晚烈烏冬台,球迷匆匆来,多谢蓝天给我们今天的slogan 烏冬台有事要搞了,因为明晚早场7点半就已经对阿仙奴,再客油长球场 由于实在太早了,所以我们照有这个心水预计留言 但是明天就没有大家心水了,所以明天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到这一条片 看看留言大家心水预计的陈容是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实在太早了 所以做不及大家心水这一部分 说回这些新闻,资讯是怎样呢,伤病的资讯 晚一点才做记者招待会,所以才有更多的资讯 但暂时来说,有部份球员已经是复出的 好了,大家的画面右手边看到,麦汤已经上回球场操练 其实在上一场球都有在板凳上高 万一有什么需要都可以上阵十几分钟 这场球能否赢回就不知道 斯洛娜图,当然大家知道上一场球为什么不赢 这场球应该就操练回了,所以应该都遇无意外 会继续赢回的 之后就是这个 华拉尼,之前的几场球也没有踢 究竟,他也是有训练的,而且不是自己训练 和大队一起训练,但会不会上阵就不知道 普巴就没有了,好像是收电梯了 应该都不会再看到他穿着曼联波衣了 九成九,因为他的胸肌肉,好像之前都伤过 所以暂时就不会见到他的 废特亦都是看有没有机会 复原,亦都是之前受伤 卡云尼,索尔,这些都应该都不行 之前也说过,应该就没什么机会 看阿仙奴,阿仙奴 阿仙奴就 托米亚术,即是那位日本籍的集委球员 亦都是受伤的 提安尼又受伤,但他们很厉害 之前呢,刚刚4比2赢的傘奴奴 不要说笑 所以呢,这场球也不是容易踢的 说真的,我们的近方这么远 其实就,根本就 原本这场球应该挺好踢的 我觉得有些机会 但近太这样,就真的 不知道那些人想不想踢 所以呢,明天开球才知道 我们会见到一对什么的曼联 这里到这里,记住 大家可以继续在这里留下 你的心水预计阵容 但很可惜,因为明天实在太早开球了 就无大家的心水 拜拜